你以為用恩恩案的模式 就可以解決過嗎 各位現在每天會在10點半 在開記者的座檔那一百的 就是恩恩甲甘一百的 那個主持人也是劉荷蘭 旁邊也是衛生局長 非常能學的衛生局長 說小朋友抵到醫院出毒 那個都是微量 微量 微量 你也做人的阿嬤 我說過六道 你也做人的阿嬤 你孫特幼資源微量 你撞得住 然後那一天要跟家長溝通 為什麼要排禮拜天晚上 你說話聽啊 禮拜五 你說你上班 禮拜五晚上好 禮拜天 禮拜天可以白天吧 為什麼要晚上 因為你走去訓練啊 你走去南部啊 你走去那邊 怕人說話啊 說完再掛回來 掛回來再敵倒 結果你給我機會待會兒 侯友宜這個事情 本來這件事情 不是侯友宜最大的危機 是他把自己搞成最大的危機 本來這是一個市政府裡頭的一個危機管理 如果他處理得好 更能夠展現 他要處理治安 處理小朋友的安全 讓父母放心 他沒有選擇走這條路 這段期間他看了非常多的調查報告 侯友宜一句話都不說 什麼都交給司法 侯友宜你有對幼兒園的負責人 講過那句話嗎 這一位中國的台商 這一個幼兒園的負責人 你有講過一句重話嗎 我們現在有看到這個負責人出現過嗎 沒有 沒有 這負責人完全沒事 因為你開的 哪有八個小孩現在不走出來 這個負責人到現在都沒有事情 侯友宜 你到底是在擔心什麼 讓你處理這個案子 完全方向走板 不像你曾經當過刑事警察局的局長 從一直堅決不要去 然後到現在他願意到了這個議會去 那有沒有被詢我們不曉得 因為本來的報告的主體 可能是教育局的局長 還有這個衛生局的局長 你怎麼樣看他這個動作 我們從這個新北市政府講說 新北市政府沒有疏失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疏失 沒有人犯任何的錯誤 從這句話開始談起 侯友宜現在還認為 新北市政府沒有犯任何的錯誤 那請問侯友宜你一天在道歉 在道歉會大 你為什麼道歉啊 你不是說都沒疏失嗎 新北市政府 我們就從侯友宜講的話開始好了 5月14號晚上 這個家長去報案 5月15 侯友宜第一時間 就掌握了這個資訊 而且他今天在市議會報告 他自己講 他第一時間5月15掌握資訊之後 他就開始指揮辦案這個案子 好就拿出了他刑事警察局長 刑政署長的那種霸句說 我就開始指揮這個案子 指揮告禁四個禮拜 指揮成這樣 侯友宜 你以前當刑事警察局局長 指揮了四個禮拜 指揮成現在這個樣子 這個案子 知道真相的 知道真相 大家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 幾個人知道 第一 這個幼兒園的負責人知道 幼兒園的園長知道 幼兒園的老師知道 怕這三個人知道 三個人 想要知道真相 最想知道真相 就是家長 就這個幼兒園的家長 誰能夠去調查這個案子的 只有侯友宜的新北市政府 的衛生局 教育局 還有現在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理論上 就這些人 默默這位而已 所以該去調查這個真相的 調查完跟大家講 答案就好了 侯友宜有辦法把這件事 不不不不不 不到要逼政敵 不到要說 這都是外面 大家都要摸 那要怎麼辦 侯友宜你只要 去把這個真相查清楚 告訴社會大眾 家長就放心媽媽 新北的阿公阿嬤就放心媽媽 新北的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他們就放心 說我孫子 走去討論 沒問題 可是侯友宜沒有選擇這樣做 侯友宜選擇的方式是什麼 我跟各位講 他讓教育局 自去處理這個事情 他一開始根本不在乎這件事情 侯友宜 這個案發到現在的前三個禮拜 你有主持過任何一場會議嗎 沒有 案發五月十五過三個禮拜 你有主持這個案子的任何一場會議嗎 因為議員有去調資料 根本就沒有了 沒有 對 那你在乎嗎 你說今天要特別 今天自己承認 在議會裡頭說 我們還透過視訊會議 透過訊息 透過群組 我都在指揮 因為你沒有主持 所以你現在拿這裡 跟你說你也有視訊去指揮 你指揮成這一個樣子 好 這件事情 社會大眾關心 不僅在這裡家庭關心 社會大家都關心 然後你可以把它設計 搞成這個樣子 我問各位 到現在大家還是搞不清楚 這個案子是四月還是五月 四月還是五月 侯友宜你也講不清楚 你只能嗆人家說 就是五月 四月都假的 那你去嗆劉美方 叫劉美方把那句話吞回去 對啊 嗆一些 一些有接到 他可能有跟他講了 劉美方後來真的把話吞回去 劉美方你也是板橋的市議員 劉美方你是板橋市議員 你那是你的選區 這大事情不算 我跟你說 第二 這個到底是要還是毒 到底這個案子是家長起來 幼兒園老師用的 到底是怎樣 到現在講不清楚 講不清楚 好 現在就滑什麼 滑第一時間 侯友宜級的臉書 這件事 他說居心叵測的幼兒園老師 他在那裡殺那個幼兒園老師 還說不對 可能是家長 家長有吃的餘子 拿餘子拿不到 你去到餘子的時候 老師跟你七百餘子 要給這個小朋友吃 結果不對 還有第二的吃 還有第三的吃 還有第四的 總共有八的人吃 現在我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樣 這也夠進 告進侯友宜嘛 說不清楚 你跟他說好 這事情 你有去調查嗎 他說什麼都交給司法 我請問你 交給司法 你憑什麼把這個幼兒園停業 交給司法 你為什麼把那個幼保員 取消他幼保員資格 交給司法 你為什麼罰了十五萬 這幼兒園的負責人 幼兒園的老師 都沒有議員 大家都吞下去 侯友宜你到底看了什麼報告 你要跟大家講 我跟各位講 侯友宜到現在已經看了非常多 教育局跟衛生局給他的報告 侯友宜一句話都不講 侯友宜你是知道的 侯友宜你是指揮辦案的人 你怎麼會不知道 他們這些主要都要交給你 然後你就一直拖 一直拖 侯友宜最近一直重複講的 一對一輔導 用後用校長來協助幫忙 組成專案辦公室 跟家長告通 請問這都多久的事情 這都是案發三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 才開始補這個 專案辦公室 你不是還請你專案小組嗎 還要請你專案辦公室 要衝什麼 從頭到尾 就這樣沾沾就會 然後人家批評 他說你都禁滴 你都禁滴 你以為用恩恩案的模式 就可以解決過嗎 各位現在每天都禁滴 十點半 在開記者的座堂 那一百的啦 就是恩恩跟他幹一百的啦 那個主持人也是劉荷蘭啦 旁邊也是衛生局長啦 非常冷血的衛生局長啦 說小朋友抵到醫院出毒 那個都是微量微量微量啦 你也做人的阿嬤 我說我老頭 你也做人的阿嬤 你孫特幼資源微量 你撞得住 然後那一天要跟家長溝通 為什麼要排禮拜天晚上 你說我天啊 禮拜五 你說你上班禮拜五晚上好 禮拜天 禮拜天可以白天吧 為什麼要晚上 因為你走去雲林啊 你走去南部啊 你走去那邊 怕人家說話啊 說完之後 趕回來趕回來 趕回來 趕回來 再叫那個好用社長 那好用社長多苦呢 你知道嗎 人家好用社長不簡單 割掉 需要去教育局 去給你用來做水護 去給你用來動車 你看畫面裡面 最好後悠儀 那台車脫逃的時候 那旁邊 把頭圍車 螺絲一些 看起來就是四五十歲 而且是女性的後用校長耶 他們多無辜 你說那些人是要陪伴那個家長 要做一對一輔導 請問要陪伴家長 做一對一輔導 他不是應該在會場裡面 坐在家長的旁邊嗎 對啊 家長有問題他幫他嗎 怎麼會在那個會場的鐵門外面 三個五個一個 包圍一個議員 陳乃宇要動 旁邊就幾個幾個動 那些都是後用校長 後用校長也很可能 後用校長他也知道 他這條辦不好 英文就只要後用而已 那個家長也不好意思為難 那個後用校長 因為後用校長大家都很優秀 家長也不然你說 後用俠宇在的時候抓手 給後用俠宇難堪的題目 因為只要一舉手 各位知道後用俠宇用那種分局 用管區管轄的概念 在處理後用校長 你附近這個家長 這個家長就抓手 你做什麼輔導 我叫你去輔導 輔導跟家長抓手 你在做什麼 你做什麼後用校長 就是這樣啊 那這些後用校長怎麼辦呢 他最後只能拜託這些家長 你有事情跟我說就好 你不能抓手 這跟我們軍中農團會不是一樣嗎 我覺得這樣子 那些後用校長陷在那裡頭 後用校長實在很可能 家長也不想為難他們 所以昨天我們這一台 就家長打電話進來 他今天就沒想到後用校長溝通 因為他跟後用校長溝通 也是為難 因為那個後用校長 就在教育局的指揮之下 他也只能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我總結 侯友宇這個事情 本來這件事情不是侯友宇最大的危機 是他把自己搞成最大的危機 本來這是一個市政府裡頭的一個危機管理 如果他處理得好更能夠展現 他要處理治安 處理小朋友的安全 讓父母放心 他沒有選擇走這條路 這段期間他看了非常多的調查報告 侯友宇一句話都不說 什麼都交給司法 侯友宇你有對幼兒園的負責人 講過這句話嗎 這一位中國的台商 這一個幼兒園的負責人 你有講過一句重話嗎 我們現在有看到這個負責人出現過嗎 沒有 沒有 這個負責人完全沒事 郵帝人你開的 哪有八個小孩現在不走出來 這個負責人到現在都沒事 侯友宇你到底是在擔心什麼 讓你處理這個案子 完全方向走板不像你曾經當過刑事警察局的局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基本上我們很少這樣拿出來 不是為了要什麼炫耀或是什麼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收視率表代表的是 觀眾朋友關注的程度 這個是我們昨天播出的節目收視率 我們排名在第七名 我們的收視率是一點二五 那你要知道多少人在關心 這個整個議題的那個就是說 關注度整個衝上來 我們上禮拜五在討論的時候 他其實整個延燒 我們算是最早談的一個節目 我們從禮拜三開始談 禮拜四到禮拜五 今天已經禮拜二了 他越來越多的這個家長 注意到這個事情 怎麼會去搜索幼兒園 那我們來看葉川哥 侯友宜說什麼 他在抱怨 他跟退勤協會去討拍 他說我最近被一個案子打得好慘 叫做未要的案子 我要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 五月十四號才抱怨 五月十五號立即就已經報情檢察官了 一點都沒有拖延 什麼四月才打一九九九前面都是假的 然後很厲害 然後我們再看 這是什麼 說四月分的時候是什麼人 劉美方 而且他有意識 因為我們在講一二三四的時候 有時候會比動作 他還比了一個四 現在 今天去郎拔著了 他只好道歉了 那你怎麼看 劉美方 你回去跟你的選民交代 你現在你說 你講錯了 是你要道歉 但是你這句話講完 你馬上講一句說 所以張宏露跟羅智正 用了這個假訊息去傳播 所以他們也要道歉 假訊息 假訊息 假訊息是你說的 你說 我說假訊息 你如果要告訴我 你也要道歉 你是整個人都在當孫的 侯友宜這個案子 從頭到尾 他就完全沒有專心想要處理 這個這個題目 所以理論上 他很快就可以知道真相 我們回顧說 侯友宜是一個行事出身的 各位一定要記得 他是一個刑警出身 這個案子並不大 相關的人沒有幾個 相關的場所 那是幼兒 侯友宜現在辦不出來 開始砍拖 砍拖什麼 砍拖1450 砍拖賴清德 都叫賴清德去指揮檢察官 你不是每天都要中華民國憲法嗎 中華民國憲法有權分立 你不知道嗎 回去讀一下 不然美國家也三權分立 行政院 還是總統副總統 可以指揮任何一個檢察官 現在檢察官 大家都年輕 大家都拚到死 你跟行政權自己覺得 你幫我辦 你幫我辦 辦得快點 有可能嗎 你那個腦袋是不是還活在威權的那種體制裡頭 然後你這個案子再辦 你說威權 我要補充一下 有一個是老師啊 那這個老師呢 他在他的臉書上寫說 我猜新北市教育局局長應該要換人了 結果什麼 你看這裡 寫著一張說 你說要換人 可是你又沒有提供 就是一些足夠佐證的資料來源什麼什麼 叫他要寫迴函 這老師很有個性 他說什麼 不想回覆 簽名 結束 這就是白色恐怖的 也不是 任何一個人 他在他的臉書發表他的言論 如果亂講會被人家告那是他的事 他認為這個教育局長 那個教育局長外科 你知道嗎 讓我們那個咕咕吸到 就是他輸送後回來的時候 他很鬆快 他在那跳躍 是喔 他笑得好開心 何友宜請出去之後 他還要走回那個火車的時候 他一邊走一邊跳 要咕咕說 說 教育局長你怎麼一直笑一直笑 他竟然回頭這樣舉了兩個弓 那種輕蔑的笑容 可以作為 新北市所有老師 所有小朋友的典範 何友宜你這個事情 我是覺得這樣 你可以關心處理這件事 把它處理得好 你不可以 一到五無材料處理 六字都走去東南部 在處理黑金 你不是說黑金全部都折起來了 我看你六字都在處理 處理黑金完回來擺拍 然後跟大家講說 你很關心這一件事情 是這樣嗎 現在很多人說 不然他都看你 你是不是什麼事実 什麼接管總部 什麼什麼什麼 新北市民沒有關心這 新北市民現在只要一個真相 你給大家講清楚 因為你現在從長遠到現在 你也沒有好好的談國政 也沒有 然後出了事 你就賴給賴清德 這次大家對頭 跟賴清德都沒有關係 你還要拌他 現在也拌他 也拌他拌他 現在說檢察官辦事辦 叫賴清德去支援檢察官 一點法治觀念都沒有 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侯友宜 一個負責任的中國國民黨 你們應該叫侯友宜 就持續新北市長了